也相同 很多学校是在教职中心 那今天我大概会讲一下 就是说 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那另外就是说 讲一下这个 我们用 如何去用它 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经验分享 大致上是这样的内容 我的Pumpers 今天大概都 我今天大家都是主要是以英文为主 英文的Pumpers为主 因为我下午还有一场要讲英文的 所以我的slide我就不想换了 所以我就先以英文为主 那我讲解的时候也是会中文啦 那所以说就大家参考 如果需要做笔记 可能大家自己再 再把那个 这个Pumpers档自己再下载 再下去 再下载再去看这样子 那在下方的这个档案的地方 我其实有把这个档案 上传到这里来 所以你们其实可以另外 也把它下载到你的电脑上去做观看 这个请你们自由运用 这样子 那刚刚我们的助教 也已经把这场活动做录影了 那这个在我们录影档处理完的时候 就会再release给大家看 这样子 ok好 那前面当然是介绍北一啦 这不用介绍 直接跳过去 这是为了晚上的 我必须这样说 那我们的site是07年上线的 然后第一个课程是08年的时候上线的 那目前是72个课程 那我们的课程运作方式是完全重新做 不是重新做 重新编排过所有的内容之后 重新统一把它编辑上线的 就是不是老师编的这样子 那我们学校因为是医学的专业大学 所以内容的部分的话 大概就是专业医学为主 那我们本身的ocw site是用age commons 那它是linux-based的 然后是用一个很奇怪的程式语言叫python 做的 然后它的lms是prone 这个跟目前国内所有的系统 基本上是不太相同的 不过国外是还有蛮多学校 是在用这个age commons的平台 那当然为了这个ocw 我们其实也延伸做了很多其他的平台的事情 那其实ocw在我们学校里面 一个重点的这个推动的方向 还是属于这个成果呈现的方向 那我们校内有其他的这个真正的e-learning的平台 是我们的my2TMU 如果各位有机会去观看到 这个所谓效品件的报告 或者是一些推广说明的话 我们大概都会再推广我们的my2TMU 那就是我们的e-learning平台 那我们的e-learning在校内进行的方式跟ocw是不太相同的啦 那那是完全另外another story 这样子 那其实大概从前年开始 所谓的e-learning的analysis就开始被受到注意 那其实这也是资料所有资料在云端化之后呢 大家发现其实很重要是能够collect statistic data 那就是很多的数据 能够collect起来然后能够做分析 所以后来就是IBM他其实买了spss这家统计软体公司 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件下一步 就是他在出厂了一大堆资料 他刚开始其实就是做cloud的啦 cloud的就是他跟google他们一起搞在一起做的 然后当然IBM刚刚开始不是用cloud这件事情来做这个 做他的扛棒啦就是做他的招牌 那是google发明cloud这个字 把它推出来的 但其实IBM很早以前就在做类似像这样的事情 那其实他们就是把 他们也就是看准后面这个data一大堆之后可以做的这个所谓的分析的部分 那所以在学习界的部分呢 rending analysis也是被定为是未来的重要发展项目之一 不过这可能还大概是可能三到五年之间的 好大家可以再继续看 ok好那讲到这个analysis其实很多就是我们要在讲的 为什么要analysis 因为大概就我们全部要做evaluation跟assessment 那当然它的来源就是统计啦 好那所以呢呃在一个网站上面我们在做统计 通常会是去考量它的第一个是usefulness 就是可用呃有没有用啦 然后好不好用啊 然后有没有效率 然后它的影响是什么 那呃我们其实最简单的当然是用呃有没有人用了 好这件事情先来看 所以先去考量它的assess 呃就是谁谁谁来看的 然后从哪里来 那这个部分是最容易先看的 好所以他们就延伸出来一个叫做webnautics matrix 就是呃这个呃呃呃呃呃网上呃呃 网站的使用率 好怎么样子去呃呃呃去分析它的这个呃数据好 好那我们当然可以从呃呃一个单独的一个配角来看它的呃 網站的成效把它集結在一起看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越來越大的滾雪球 計算什麼東西呢? 通話來講第一個就是計算count 點擊數 點擊數你可以是點頁面,可以點站 也可以點頁面上的某個連結 這都是count,基本的count count完之後你就可以去算ratio ratio就一定要除一個分母 至於分母是要除什麼呢? 那就有不同的結果 再來就是變成KPI KPI就是你想要達到的目標 你算出來ratio或者算出來count之後 就可以定出來你的績效指標是什麼 如果大家是在做膠著計劃,應該非常清楚 每天我們都在寫這些東西 所以在web上面的話 webnautics的部分的話 它大概的指標 第一個就是簡單講,就是訪客啦 然後有一些專有名詞 大概如果說你們去看GA report的話會看到這些字 比如說unique visitor就是 獨一無二的visitor 如果我今天來看這個網站 我明天也來看一個網站 可是我只算一個人 因為都是我在看 雖然我昨天也來看了,今天也來看了 但是unique visitor是一個 但是visit是兩次 Average time on site 就是我平均時間 待在這個站上的時間 其實他們這個東西 他們怎麼去抓它呢 其實基本上 因為我們每次點那個網站的時候 其實都在 我們都會給那個網站一個request 給他request的時候 他就會記入我們的IP 其實他都知道我們從哪裡來 當然啦 如果你用機器人去爬的話 其實也是ok 但是我們基本上是 我們暫時算 不算非人類 我們只算人類這樣子 另外就是bounce rate bounce rate的話基本上就是 就是來這裡看 然後你可能一下就boom 跳走了 就不看了 就跳掉了 或者直接把網頁關掉 bounce rate就是看你 你開語啦 基本上是差不多這樣 page review是看你多少頁 然後再來是 這個 你有沒有新來的訪客 另外就是可以根據他來看的內容 來做一些同樣的判別 另外就是因為我們在點擊他的時候 他會已經有IP查到你的位置 另外就是我們在點擊他的時候 其實同時也會傳送你用的游覽器的資訊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在這邊會做紀錄 紀錄完之後就可以計算成數字這樣子 當然他有提供一些進階的計算 那google他其實有一個服務者 adwords其實就是他的廣告平台 那就是google為什麼股價這麼高的原因之一 好這後面我們會有些會帶到 好那其實坊間呢 Nitix的首選 provider其實蠻多的 現在越來越多 因為看big data這件事情 大家應該可以陸續聽到big data 就是大資料 海量資料 這件事情已經在就是帶來是新的IT IT界新的名詞 就是在cloud出來之後 新的名詞就是叫big data 那big data目前還在醞釀當中 沒有真的完全爆發出來 所以到時候能不能夠變成像cloud一樣 這麼大的字 這就到時候大家拭目以待 OK那坊間目前有幾家廠商 webtrain跟omature 應該算是蠻積極的 在這個市場上 好那這邊只是一個analytics的solution 它不是statistic solution 所以statistic的話 接下去的話就會有 比如說sass 然後比如說spss 這些軟體就會進來 再做其他的這個 統計分析 那像MIT的部分的話 其實是有用webtrain的 然後後來的話 他也漸漸有在用google analytics 它大概是兩個步驟都有做 那webtrain的部分 跟omature其實大部分 他們都是裝在server site 也就是這個 你的 你的那個web server上面 那他就是分析你的log 因為我們在上面看的時候 其實都會 我們如果到那個server上去的話 其實看到那個 網站伺服器上面都會有記錄 那記錄上面其實都會知道誰什麼時候來的 不是說誰什麼時候來的 就是有人來 那他的自己資料是什麼 其實光分析那個log其實也就可以 算出一些數據 大家聽有問題嗎 大家聽有問題嗎 我突然收到警示訊息 所以我不太清楚到底是 大家是不是真的有都聽到 OK好 我後來發覺其實 不過中午這段時間 有可能大家都在用網路啦 那選網其實蠻塞的 所以有的時候可能真的是不太好 不太順這樣子 然後如果 再加上你如果用無線網路 可能真是會比較不穩 這樣子如果啦 沒有我繼續啦 我們有錄影的話 希望到時候 那個至少錄影檔是完整的 好 那今天的部分 在目前的話 我知道就是webchain跟omniature 其實兩個都是要收 都是要錢買的啦 買了之後你要自己裝上去 那裝完之後 當然就可以用了啦 好那另外 有一個我們用一個叫做 Google的Natis 這個東西是免費的 這就是為什麼 目前在聯盟這邊都去推這件事情 因為它是免費的 然後它的牌子也算夠大 那用的人其實也蠻多的 那包含 國際聯盟其實他們也都在用啦 那我有看到好幾個 國外的OCW站 其實他們也都有掛這個東西 上去 所以我想 這普遍性的一個計算方式 如果說大家可以互相比較 其實也是一個蠻方便的工具 就是一個比較準化的工具 好 那其實要開始 要開始能夠 利用這個GA呢 其實很簡單 那就是上這個Google的 Analytics網站 然後去註冊一個帳號 你可以用原本的Gmail帳號 好那 Analytics的部分 它第一版是2008年出來的啦 然後再來的時候它在 2011年的時候開始把它的 第二版 release出來給大家看 好那我們也差不多是在2011年這個時候呢 有在 呃 有在 這個進行這個 呃 這個 就是我們的GA的教學 差不多在這個時候出來的 我們剛開始 教大家要用GA的時候 它就改版了 還真的蠻痛苦的 所以我們一開始教的都是教旧版的 然後後來還得研究新版怎麼用 對 然後它正式release的時候其實是這個 去年的6月 去年年中啦 去年中它就整個把版換掉了 然後換掉之後整個介面操作就完全不一樣 但是完全要重新熟悉一點 所以我們也大概在7、8月的時候把新版的使用手冊有release在我們的這個group上面 然後讓大家可以去閱覽這樣子 那就依照那種方式去做 所以今天我大概秀的畫面呢 會是以 呃 第二版的 為主 這樣子 第二版的部分它增加了很多的功能 其實它陸陸續續也都稍微再有做一些小改版 所以其實它從去年的6月到現在 它整個介面上面也有在調整到 調整過了 因為剛開始我們看到Beta版的時候 我們還真的是很討厭它這個Beta版 因為它原本analyze很重要的那個dashboard的那種概念跟那個整個東西都完全不跟原本是不同的 所以那個可以 一下看很多東西的那個感覺就不一樣 OK所以它目前其實有稍微調整過了 呃 那新的部分的話它有所謂的multichannel的funnel 那這個東西其實我們待會兒會有畫面秀出來 它算是蠻 非常非常視覺化的一個服務 那這跟第二件事情相同的 它有一個multichannel它可以知道你是 就是這個人 它進來這個網站 是一個什麼樣的路徑進來的 呃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月來行為 那它只用一個visualization的方式去呈現這個現實 還蠻有趣的 然後另外就是它有提供real time的 以往的 呃它的report是到前一天 所以它現在會有所謂real time 就是即時的報告給你 另外它有連結social network 它可以分析social network的部分 然後它甚至在速度上面也已經可以 評比 另外就是它有加強在 對手 對手持載具的這部分的報告 因為 其實我們整個趨勢看起來就是它在手持載具上面的這個 呃運用 呃就是 呃 數量是增加的非常快 那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marketing的tool 另外就是它其實有提供notation的功能 就是說你已經可以在 你已經可以去註記你們 特殊event 或者特殊時間 那這註記之後可以apply在你一個site上面或者是很多的site上面 這樣子的話你以後就不用 你就 在以後要去追蹤說為什麼那個時候流量會特別大的時候你可以參考這些的tool 然後tool是足記 好 那如果要是 login 有兩種方式 第一個是申請個gmail account 另外也是叫做googleapps account googleapps的account其實就是機構型的gmail account 像北溪這邊它是 我們是因為我們所有的email其實都是使用google的email googleapps的email 所以我們自己已經不maintenemail了 我們自己不maintenemail server 就是直接用google的這樣子 好那這個現在都通了 都可以直接用這樣子 不需要再去另外申請gmail account 所以可以整合在一起 好那整個site進去的時候呢 它會有一張清單是包含你所有的 有註冊上去的 你要請它幫你保存報告的site 這樣子 好那site的左邊的話 會有這個 清單 右邊它已經有出現 就是 一些 這個 時間 之間的一些 數字報告 然後在 初始版 就v2的初始版的時候 這一塊是沒有的啦 所以我們那時候其實覺得 不太好看 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它現在幾次已經加上來了 所以其實已經 有改善了 好 好 那在這個主畫面上面 旁邊這個右上角這邊有一個setup 那是可以 做進行一些語言上的設定 語言上的設定 那就可以切換語言 跟一些細部的這個設定的功能 好 那進來的話 在這個 每一個profile裡面呢 我們在這個上面 在這裡有一個admin 它是可以做這個每個站的管理 那你可以進去每個站的管理界 去做設定 那設定之後呢 它就會有一個 每一個站它你就可以去看它的tracking information Tracking information主要就是我們將來要 這個是一個必須要做的步驟 就是 必須讓這個google能夠來計算我們的site的流量的時候 一定要放這個tracking code 好 那就是點這個tracking information 那就可以看到 它有設定你一個tracking ID 那這個ID對每一個站來講 它都是一個unique ID 就是不會重複的 好 那它的一個tracking code 那會是一大串 那是JavaScript 那這塊JavaScript的話 你就是把它call下來 然後放在你自己網站上的網頁當中 那基本上就是你要它串的每一頁 上面都要放 你要它算的每一頁上面都要放這個東西 那至於怎麼放呢 那現在目前很多LMS 其實它都有支援 直接可以 就直接幫你 含進去 在template裡面 那有的LMS 它其實直接ID輸進去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直接幫你簽 因為這個 它的碼是制式的 只有這個ID是 你去 Google註冊的時候它來給你 所以其實 如果你那個網頁程式寫 把它寫完整的話 其實這個 只要輸入這個碼就好了 那其他用套的就可以了 那放的方式呢 就是放在 放在head的最後一段 放在head的最後一段 Hgm的head 的最後一段 然後下面才是body 然後 這放完之後呢 其實他們的報告隔天開始就會開始 你隔天就可以呈現了 那就會開始跑報表 報表就會流下來 這是他們制式的報表 他們制式報表 在新版的報表 其實它已經多了很多圖訊畫的介面 包含什麼柱裝圖 圓餅圖 這種東西就可以畫得出來 然後 我們聯盟的教學知識的 就是一份標準Standard Dashboard 這個報表 有包含幾個section 這個報表我們待會會講 怎麼去使用 怎麼去設定它 這是Dashboard的部分 Dashboard的部分的話 它其實上面有幾個重要功能 這邊有一個是share share的功能 這share功能 share出去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個 layout 你整個 抱 這個 Dashboard 希望它有哪一些內涵在裡面 你可以把這個layout share給別人 然後 share share點進去之後 它就會給你一個連結 那個連結記給別人 別人他只要 點開那個連結 它就會進到這個 畫面 然後就可以直接share Dashboard Dashboard的話 就是看這個人 就是B A把那個連結寄給了 B B就開那個連結 然後 Google就問他說 請問一下 你這個連結 要用在你哪一個jareport上面 那就開始勾你的profile 你的站 其實就是你的站 你的站 點上去之後 它就會在 它的畫面當中 就會出現 你的Dashboard 那個長相 但是是它的數據 再來的話 是Visitor Flow的部分 它是用一個 Visualization的方式去呈現 所以它會 這個呈現方式就是 這個User進來 先到這一個網站 然後接下來它可能有多少 可能會從哪裡走 然後到哪裡去 它的路徑 它走的路徑是什麼 看越覽路徑是什麼 這些都可以 它可以用視覺化方式去呈現 你的這個 狀態這樣子 再來是Avitation的部分 Avitation的部分的話 它可以在這邊create哪一天發生了什麼事 Share的跟private的 Share的話就是有沒有可以分享給別的 Site可以用 這個其實就是註記 註記就是這樣也可以看趨勢的 另外就是你可以在管理界面上面去設管理者 你可以設很多個 然後每個人有不同的權限 有些人可能就只可以看報告 好 那這個如果是對 就是 機構 機構內如果這報告常常要分享給長官看的時候呢 那這個長官們呢 有那個能力想要自己看自己玩的話 就寫給大家看 如果沒有的話呢 就Email給他好了 還是Email一份高報告給他看這樣子 比較 比較省事 好 那再來的話我們是大概解釋一下 大概用一些 基本的這個 計量 我們大概 呈現一下我們看到的東西 這樣子 好 那 Basic的 matrix的部分 我們這一次用的範例還是這個 北翼的這個 官網 因為我們的數量比較大 所以用我們的 官網來做一個範例 好 它可以呈現的方式 第一個是Map 型的東西 就是可以 知道你的Visitor是來自國 全球的哪些國家 好 那這個圖秀出來 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是 因為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報告其實用在我們校內其他的各種站上面 包含系所的網站上面 那我們有去巡迴系所跟他們做報告 那各個系所其實他們對於這一塊 這個地圖只要一秀出來他們都覺得 哇 就是那個哇那種表情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是覺得就是說這種報告的品質呢 其實就是基本上來講 所有的管理者都會覺得還 相當不錯這樣子 那建議大家如果說你想要這個 呃 展現一下你 這個工作上面 這個有努力就有收穫這種 那這種 只要稍微的努力就可以有很大的收穫的就好好用吧 OK好 那他可以系到這個 這個台灣 到Local這個台灣島上面 每一個點上面 那當然他其實是用IP tracking 那你的IP大概會集中在 會有 集中在這個北區網中區網南區網 這東西 上面 所以可能會有一些單獨的點 不會說真的系到他家 這樣子 那這個當然是這個 呃 呃 這個 Map的部分 好 那再來是他可以看所謂的這個 呃 呃 大家是怎麼進來你這個站的 那怎麼進來這個站通常他就是分種三種 那就是從你是用搜尋來的呢 還是直接打網站 打網址來的呢 還是經由其他的一些站 哦 referring就是連結 其他站裡面有連結連到這個地方來 好 那每一個站其實他屬性不同 所以他的來 客 就是 反客來源可能也會不太相同 好 像學校的站我們是發現是說有search search engine過來量其實是蠻大的 好 search engine過來量相當大 這樣子 好 因為學校嘛 他總是會有很多event 那人家總是先找到學校再說 這樣子 那對我們學校來講可能也有很多人是為了找醫院啊 所以來到學校這樣子 好 這是不太 呃 這是 這是不一樣event 所以在search engine的部分他就會記錄你的keyword來的是哪些keyword 好 那另外就是 呃這個 呃 從來源的部分他在幾次 細分析他這個是從google來還是從yahoo來 啊 還是其他的 站 好 哪些站會跑過來 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如果有organic的話就是search engine出來的 那我們的referral第一個站是我們的my2 這一定是小內人 好 那再來是 呃他們是從哪裡來呢 好 那我們的站呢 當然會記錄說 這其實是剛剛那個地圖的site 把它數據拿出來 然後變成是圓餅圖 好 那 呃 這個 圓餅圖的方式是這樣子 那剛剛我們在看地圖的時候是地圖那樣子 甚至是不同的呈現方式 好 那再來是我們很關心的是他到底喜歡看什麼內容 然後 然後我們就可以排出來 Top10的這個 呃 是誰 他們在看哪些 呃 page 好 那這以官網來講的話 你就會發現 當然第一頁首頁就不用說 一定很多人 再來就是admission 就是 入學指導 當然就是要 要考進來的那個資訊 入學資訊 好 那再來就是看看哪一個 本校哪一個系所 比較這個知名 好的這個是英文版的site啦 所以說這都是英文版的內容 如果是中文site的話 那其實還有一個東西可以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average time on page 這還蠻有趣的 你會發現他們的停留時間 實際事實上是有一些意義的 像我們的LMS站 就是我們的買兔 他的average time on page 大概都是5分鐘以上 也就是說 比如說 那個我們的同學 在那個 在那個頁面上面可能都待很久 都會待很久 因為他必須要看老師的內容 然後必須要回應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動作 這樣子 所以說那個是蠻明顯的差異的 那另外就是它可以看你們是用什麼device上來的 那當然最近它是windows跟mobile它都分開來 另外就是browser會是用哪些browser 所以這裡其實是可以很明顯看到 我們的趨勢是Chrome是越來越多啦 那IE越來越少 這是 從光索analytics上面就可以直接看到的證據 所以我也很害怕 是一定的 另外一些advance的matrix 這個比較進階的這些 變相 變量 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大概講一下這些 好 第一個是notation的部分 其實你只要註記 這註記完了之後你就會看到 你到時候就可以對應它的流量是不是真的 像這一個的話是我們其中的 這是我們的買兔啦 這是我們的一人平台 那它中間有一個課程的 版的流量 然後我們就發現它的確有在某一個時間之內跳到很高 那就後來我們就去看它到底是什麼時候 結果它就是那一個課 的其中考的前一天 好 所以就很明顯知道說 學生永遠都在最後一分鐘 開業車 沒事 好那這個是流量 就是我們找一些證據出來 那當然這些東西我們就是可以用這個 如果耳的tation可以給它寫記下去的時候 以後還是會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留下來 那再來就是2D matrix 就是你可以把兩個事件合併來做看 來做交叉比對 那這一個圖我們是把那個content 跟它的來源 做一個分 這個2D的這個分佈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OK 嗯 這圖是不是塞錯了 這圖好像也塞錯 它應該會是 某一個page 然後它從這個 這是原本的它是content的部分 下一張 對 然後這個content 我們的其中一頁把它打開來之後 它就可以知道我從這一頁 各自是從哪一個地方來 哪一個地方來 從什麼管道過來的 可能從別的站來的啊 那或者是從google查過來的啊 那它各自的數據是什麼 所以這是 一個 就是比較複雜的 一個 這個 評估這樣子 好 再來inpage link 這是2版的新功能啦 那這還蠻有趣的 就是 因為我們同時監管學校的網站 所以其實我們很希望知道說在 我們在網頁上面擺了大堆連結 大家所有人都想要擺連結 在首頁上面 那我到底是哪些連結被常常 點到 這其實我們也蠻有趣 蠻希望知道的 所以呢我們就在這個我們的官網上面的page上面放 就是 計算說 他們 他們到底點什麼 那這個有一個tricky的部分 就是說 如果你的連結是一個外部連結 就是它不是在這個site上面 它是在一個別的網站上面 那這時候google它就不會count 它會把你count到bouncing rate去 它不會count你的本站 所以這時候如果你真的要count 這個inpage link 其實是有點困難的 那這時候呢 我們的做法是我們做一個小轉子 所以所有人只要一點下去都一定會點在站內 然後才會轉到另外一個站去 好 那這是我們的小trick 那我們算起來呢 最多的 最 最常用的學生們 學生們最常用的就是我們的lms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的vml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平常 我們調查出來的數據 好 那再來是 這個所謂的趨勢分析 趨勢分析其實 當然這張圖 資料是稍微有點舊的 但是當年其實就是這張圖 讓聯盟這邊覺得非常surprise 說我們居然可以看出這樣子一個很重要的證據 evidence 說 聯盟的這個戰 是的確對各校的OCW的推動是非常有影響的 好那這個就是 我們那時候 這個 看出來的 我們在 TOCWC 開始做它的這個 這個 開始放大家的連 連課程連結上去的時候是 這個 2010年3月 那個 聯盟這邊開始建好它的website 然後把大家課程放進去 然後這時候其實就可以看到我們學校的這個site的時候 它的那個流量整個上來 好那 其實我們的 OCW site 一個很重要的這個 這個 訪客來源就是referring site 是從別的站過來的 好那個別的站過來 其實我們有 我們有去看它到底從哪裡來啊 實際上是 都是從 有很大一部分 是從TOCWC來的 就是從聯盟的網站過來的 好那到了 後來在後期的時候 我們其實 56%還跑到變成65% 就是referring site 這部分的比例其實相當 來講都是相當大的 好像相當大的 我們只看比例啊 不能看visit 有時候時間不一樣算 不能算 但是referring site的部分的話 那當然我們一直期望是說 從國際聯盟那邊也可以進來一點 我們有看到但是不是很明顯 這跟我們的 內容的 語言都是中文可能也有關係 好 那我們其實因為放了很多 就是 Gia我們用在很多 我們的自己的站上面 所以我們有一些 cross side 可以做comparison 那其實是有些趨勢可以探討 好 我們這三個站 是 My2是我們的 1人0的LMS PODCAST是我們的 Video的 這個 算什麼 算是Modi站 那OCW站 OCW跟PODCAST是有點類似 只是說 OCW放的 是 是課程教材 那PODCAST放的是 Video這樣子 比較沒有組織的 Video 好 那我們其實有發現 這個光是不同 來源 來源的部分 就有分 分佈就非常的不一樣 那我們的My2 基本上因為我們的連結 都是放在首頁上 所以大家都從北一的 連結連進來 那Google的部分 大概就是 就是從search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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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的話 我們發現PODCAST是最多的 然後 OCW的部分的話 它的referring是最多的 那其中 referring的三分之一 是從POTWC來的 那這是一些 比較的方式 這就修給大家看 好 再來我會講到 我們 這個集體的作業 怎麼做的 那這個 去年我們已經 27個 Members 在這個 聯盟這邊 那Course已經也超過1000門了 所以基本上量是非常的大 所以要計算的數字 其實也希望 那聯盟那邊其實收到 因為他有 拿到那個 教育部電算中心 之前也叫電算中心 現在叫 現在叫科技 不是 資訊教育司 對 然後 他有拿到他們的經費 所以呢 教育部就常常 每個月就定期會叫 聯盟這邊要submit 那個報告 就是流量的報告 那目前他們都是submit的那個 GAA的報告 好 那我們這邊這個做法 其實就是 因為我知道其實 大家在OCW 業務上面 其實都沒有 不算是有專職的人力在做 大部分都是兼的做 所以呢 我們也希望 減少大家的 負擔 所以我們就希望 用最簡單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完成 這件事情 就是繳繳報告 這件事情 好 所以呢 我們就做了一個 這個 Crow Computing Aggregator 其實是很簡單的一個概念啦 只是說 請大家去把它設定一下 然後希望就能自動做這件事情 我們就是希望大家自己把 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把 GAA的code 放到你們的sign上面 當然啦 有一種方式是 大家去把 ID share 出來給大家看 可是呢 因為那都是各校自己的數據 其實 有時候 礙於說 還是不要這麼直接好了 所以我們還是請大家就直接把報告寄出來就可以了 好 那寄出來 因為他們的機制非常的好 就Google的機制非常好 它可以有自動寄送這件事情 那自動寄送呢 呃 我們就直接 我們就寄送到我們的這個 指定的這個 信項 那這信項可以share給大家 所以全部都全自動 大家就可以 輕鬆愉快 這樣子 那這其實就是我們目前的作業機制 好 好 那 設定的方式呢 其實就是在Dashboard上面會有一個email的link 好 那點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設定它是要寄給誰 那寄給誰這件事情的話 當然就是寄我們指定的那個 email帳號 那那個email帳號其實就是Google Group的帳號 好 那Google Group就是有加入大家這個管理員 所以基本上寄到那邊去 我們的聯盟這邊 就直接手剪了 也看得到 那其實各校只要你有加入 都可以看得到 互相可以看到大家的報告 那因為我們都是用Standard Standard dashboard去看 所以大概大家都是一個同一個標準 就每個月的一個月報這樣子 所以你們想要自己拿去再分析看看大家的狀況的話 其實都 就是 我們都完全透明了 好 好 那這個設定的方式呢 就是在這個地方 To的話就是 這個ToCWC的這個 GrooveMail的 email address 好 那寄PDF檔就好了 好 那 他們新的這個email是可以 設定frequency 設定 這個 它設定frequency是本來就有 就是設定每月的一號寄 然後它的一個advanced option是 就是它這個email是要 是要持續寄多久 那它最長目前是12個月 所以你就是設12個月 就是每個月都會寄一次 總共寄12個月 接觸出來之後它其實它會問你說你需不需要再調整這些內容 那其實都可以再回來調整 好 好 那要調整的話就是進到那個 的命裡面去 它可以給你做調整 就是會有一個 這個email email在這裡 就可以setting它 就可以設定 設定說你這個email 就可以設定那個email的時間跟調整 那我目前發現 我不知道其他學校怎麼樣 我目前發現它是沒有辦法設兩次 就是說它雖然是可以接受兩次schedule的email 但是它只會記第一封 譬如說 像我 如果你有一個 每個月的報表 它有一個每個週的週表 那這時候呢 它只會記那個月表 它不會記那個週表 或者是說它只記那個週表 不記那個月表 所以它就還有一點瑕疵 這個我會再持續跟Google反應 看他們到底要怎麼辦 目前其實這個email當然是這樣 那另外就是我們的Google Group Google Group其實用Google的 信箱其實你大家直接點 其實就可以進去了 那它 就可以直接看到所有的報告 那我們之前其實在接的 Workshop 已經做了三次 這都在2011年做的 那去年 去年比較沒有空做 那後來只有做一個簡單的就是 這個根本的一個說明而已 好 我們當然一直有期望是說 我們去年年底能夠所有的學校都加入 但目前看起來是差不多10所左右 大概一半左右 所以就